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由能量组成并以特定频率振动的 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振动 可能是高频或低频 有时候你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 感觉停滞不前 无法实现目标 这时你可能会感觉在较低的频率上共振 这种状态会以不同的形式显现 例如感觉疲惫 消极 害怕 悲伤 焦虑或抑郁 这些情绪可能会混淆你的判断 阻碍你的进步 并产生一个负面的恶性循环 但是你要认识到 低频率振动是人在生活中自然的经历 但是 你不需要一直停滞在这种状态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你产生低振动呢 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 让我们先看一下霍金斯博士列出的振动频率列表 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当你处于纯粹的无条件的爱的状态 你的频率可以达到500或更高时 在这种状态下 你与自己的身体和周围的世界 完全和谐 你会在这里体验到深深的爱和理解 没有任何限制 这种高频率对你的福祉非常有益 什么因素会导致你产生低振动呢 花点时间反思一下 你现在是否对生活有目标或愿景 如果一个人感觉他与自己的目标脱节 或者对所做的事感受不到有任何意义时 他会有一种深深的空虚 甚至无助的感觉 他的震动频率在这时会随着这些感觉降低 当你没有明确的方向或对所做的事情感觉没有意义时 找到动力和满足感可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所以请记得探索你的热情在哪里 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问问自己什么让你快乐 比如 传播教导对自己和大家都有意义的讯息 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 能让您离自己的愿望更近一点 每天提高一点 在您旁边为您加油助力 对我来说就非常有意义 给了我每天的满足感和动力 对有的人来说 照顾好家人 看到他们每天穿戴整齐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把家里安排妥妥当当 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对其他人来说 创造出一些有变革的科技 改变人类的未来 才给他们人生意义 比如马斯克 为了把人类送上火星这个梦想 他可以长期忍耐超市工作 他可以常年保持热情和工作动力 他也可以成为亿万富翁 那么 请扪心自问 如果不考虑收入 不考虑金钱回报 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最有意义 你可以这样想象 不管你做什么工作 你的收入都是一千万 那你选择每天把时间放在哪里 当然 也许有些人会说 我会选择躺在沙滩晒太阳 什么都不做 可这里 我们所指的是那些创造价值的事情 你当然可以躺在沙滩晒太阳 你当然可以休息 享受生活 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 但想象一下 你这样每天躺在沙滩晒太阳 休息了十年 无所事事了十年 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 这时你开始想做点什么 你想做些给自己和他人创造价值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什么 让你觉得有意义 有动力 你内心有答案吗 如果有了 请写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真想知道大家认为对人生有意义的事情到底有哪些 现在让我们接着讨论什么会降低你的频率 和你互动的人也会对你的能量水平和身体频率产生重大影响 有些人可能会消耗你的能量 降低你的震动 而其他人则会让你感到振奋 提升你的频率 有时你可能会感应到其他人的想法或情感 即使你在意识上没有意识到 尤其是对高明感情的人来说 他们尤其会受到旁人和周边环境的影响 他们会不自主地深刻感觉到旁人的需求 感觉和能量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 因为这些地方会让他们感觉疲惫不堪 世界上大概有15%到20%的人是天生高明感情人群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吧 你通常也会对灵界和宇宙的能量非常敏感 能看到 听到常人辨别不到的能量 或拥有其他的特异功能 如果您是这样的人的话 我非常非常想知道您的个人经历 请在留言区和大家分享哦 回到周边的人影响我们的振动频率这一点 就算你不是高明感情的人 当与一个情绪消极的人交往时 他们的情感也会过多过少地影响你 担忧和过度思考是我们都会经历的 但当你过度担忧且无法停止思考负面的事情时 这会让你的能量水平大大降低 近年来心理学界有一个热门话题 Rumination 直接翻译就是反除 从中文字译不易感受到Rumination的真正意义 不过如果加上一些动作画面 您可能就理解了 下面的解释可能会让您产生不适 您可以在此跳过20秒 好 现在我们就用形象画面解释Rumination 想象狗把东西吐出来 然后又把失去营养价值的呕吐吐吞回去 而且不断反复这个让人作呕的过程 这就是反除 那么思维的反除也不会比这个画面好多少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画面解释呢 那是因为我们想要您每次在头脑中不断重复回想 你以前有过的负面经历时 都能提醒自己这是对你的大脑 身体 思维 意识 潜意识来说多么不好的事情 从而停止又一次陷入负面思考的涡流中 对有些人来说 这些负面思维模式已经变成了习惯 他们会困在低振动频率中 如果不有意识地改变这种思维习惯 他们会整日停留在低频率中 所以我们想在这里提醒您 您对是否继续一个想法是有选择权的 每一次负面想法出现时 让那个内在的自我挺起胸膛 选择不去接受 频率高的人往往不那么担忧和过度思考 他们已经学会放下他们无法控制的情况 而不是继续沉迷于其中 饮食是由能量构成的 而且以特定频率振动 你所吃的食物和饮料都是能量 当你吃或喝某种食物或饮料时 它们会被你吸收 进入你的身体 你吃的食物的类型和质量 会影响你的振动频率 哪些食物的振动频率较高呢 那些天然的 充满营养的 为加工或非常简单加工的食物 当你吃健康和营养的食物 你的身体会得到必要的营养 净化你的身体 提高你的能量水平和提升你的振动频率 垃圾食品和加工食品的振动频率较低 当你经常吃这些食物时 它们会对你的能量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混乱的环境直接影响你的精神状态 一个乱七八糟的空间可能会让你心烦意乱 难以感到平静和专注 它还可能在你的能量场中造成一种沉重感 影响你的整体振动 近几年极简主义很流行 日本专业整理师近藤玛丽会火遍全球 因为很多人都意识到了 整理归纳不仅是整理你的环境 它还在帮助你整理人生 流言蜚语 极度也都是低频行为 保持较高频率的人对此有所警觉 他们有意识地避免参与含有这些内容的交谈 评判他人这种行为也会降低你的能量 降低你的频率 并以负面的方式影响你的整体振动 我们都会做出判断 这是人类的自然部分 有的人可能会评判自己或别人 试图让自己感觉更好 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提供了很多有益的讯息 但也可能对你的振动频率产生负面影响 有些平台 影片或文章上的内容可能具有非常低的振动频率 它们会让你产生愤怒 恐惧 悲伤 振动频率较高的人会有意识地避开这些内容 我本人的经验是 有一天晚上睡前刷抖音 很奇怪刷到了晚上看会觉得有些恐怖的短视频 可是因为好奇继续逗留观看 导致整晚处于恐惧的振动频率中 做了噩梦 而且睡眠质量很不好 那几天的状态也不好 所以温馨提醒 睡前不要随便刷视频 要看的话 就来财富的信仰吧 我们保证 这里所有的影片都是满满的正能量 所以朋友们 要提升你的振动频率 发现你的热情 将你的生活与你的目标相协调 有目标的生活 可以点燃你的灵魂并提升你的能量 明智地选择你的朋友 让自己周围都是散发着正能量 岂能激发成长的人 释放过去的情感包袱 原谅自己和他人 抱怨只会让你沉重 拥抱正念和冥想 使心灵平静 增强自我意识 并与内在自我连接 这样的练习 有助于摆脱负面思维循环 追求让你灵魂发光的爱好和活动 做你喜爱的事 可以提升你的振动频率 善待自己 承认每个人都会经历起起伏伏 对自己慈悲 像你对他人一样 善待自己 放下对未来或过去的担忧 拥抱当下的美好 全心全意投入你所做的一切 向自己和他人 给予善良和爱 爱是最高的振动 在你周围产生涟漪效应 愿你的能量 像灯塔的一束光 照亮其他人前行的道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